菠蘿油 你剛剛講菠蘿油我都想吃了 可是相對來說就是 你一久沒有去 你也忘記地址在哪裡 對 可是這一次的 Tablet它非常方便是 你只要 拍一張照片 它可以自動連結到你曾經 剛看過的 部落格歷史紀錄 所以它就可以自己幫你點到那個 喔就是它有這個Link網站的功能 所以你把這個網站儲存在你的日記裡面的感覺 沒錯 然後再加上這個 就是系統可以直接 可以建在裡面這樣 這個功能太高級了 直接把Google Mac建立在裡面 然後所以你就不怕下一次去 就算是可能三五年以後 你可能都還可以找得到 對 然後加上其實回到香港的時候 非常適合播這一段 大家一看就是重新生意的感覺 其實在拍的時候非常的有 那個Fu 因為其實你是大街小巷 除了那個可能譬如說天心碼頭阿 維多利亞港阿 然後 對 所以很深入那個在地 所以整個就是把我們的全新的Xperia Sony Tablet 玩得非常的徹底對不對 好那我來介紹一下第三天 第三天就比較有趣 是因為收工所以有趣嗎 差不多 因為真的其實每天都是從早拍到快點晨這樣 每一天阿 就很辛苦 對 然後就是就是在我房間講廣東話的時候 然後就是就回機場很開心 在天心碼頭可以看到那個維多利亞港 那個view 對然後其實這個更棒的一個功能 就是女生會最喜歡的 難道是 就是可以在上面畫畫 熟悉的功能嗎 對 熟悉的功能 對女生就會喜歡畫一些那種什麼愛心阿 花阿 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如果你畫錯的話沒關係 就可以到過來這裡 然後把這些剛剛畫的 對 而且他很貼心就是你剛剛畫的 和前面幾次畫的 對不一樣 他是把它放在同一個那個區域裡面 非常的厲害 所以這個 全新的這個Tablet 這大家真的可以入手一下 除了男生之外 相信有很多女生阿 本來都會覺得說 譬如說像我就會覺得說 喔3C商品喔 好像不是那麼容易上手 但是這個 對啊實在太好玩了 然後就有很多很多那種 貼心的小小的設計 也就是說柏林真的是我們 非常誠實的代言人 大家掌聲給他鼓勵一下 跟大家分享的這位 就是要送你餐的這麼的詳盡 謝謝 谢谢大家